1. 固体型 2. 偏朝向内侧 3. 梳子短发的握持方法 3. 用大拇指和食指抓紧梳子 4. 将中指和无名指搭在上方 5. 小指扶在梳齿下方 5. 头发的梳理方法 6. 造型时 7. 梳齿的尖端要朝向发束的上方 7. 梳子紧靠肌肤从发片线所在的发束的边缘 7. 边向正下方梳理头发 8. 边将梳子翻向手掌侧 8. 利用梳背向下按 8. 令发束紧贴于头皮 8. 梳子在其张力的作用下 9. 会自然地行动到发尖处 9. 发束的剪法 10. 当梳子梳理到剪切线时 10. 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夹起发束 10. 然后按引导切准线依次进行修紧 10. 这里的注意点就是不要太用力拉发束 10. 另外 10. 发束要呈板状 11. 因为人体头部本身是呈弯曲状的 11. 这里是说 11. 修紧发束要处于板状的状态 11. 为了便于发束的剪裁 11. 注意不要向上提升切口 11. 请注意剪刀和梳子的正确使用方法 11. 接着我们就进入one length的剪法工序 11. 侧中主线以下简称 11. 将头部设定为一个自然体 11. 从一边耳朵正上方的点 11. 向正中线方向 11. 划垂直线 11. 向后方倾斜十度的线 11. 计为侧中主线 11. 一般人将此线作为头发的后部的分界线 11. 是造型时要取得各部位均衡的基础 11. 正中线 11. 将头部分为两部分的基准线 11. 先使用书肩 11. 将头发进行中分 11. 将从颈中区的正中线上 12. 将颈上两厘米的点 11. 到颈角方向 11. 成30度的八次形发片线 11. 称为第一线 11. 将甲发向前翻到10度 11. 设置轮廓线 11. 要考虑下颚和肩部中间的长度 11. 将脖颈发器和肩部高度的中间点 11. 设置为轮廓线 11. 修剪时要意识到平行线 11. 剪刀要放置在与剪切线平行的位置 11. 为了能够令左右相对称 11. 首先要进行合理分区 11. 同时还要对发片线进行正确的确认 11. 接着取一个与第一发术 11. 成平行分布的两厘米长的八字形发片 11. 结合引导基准线进行修剪 11. 接着取三发术 11. 与第二发术一样 11. 都是以两厘米的发片宽度 11. 平行取发术 11. 依次按中复发区 11. 左后侧发区 11. 右后侧发区的顺序进行修剪 11. 右后侧发区的顺序进行修剪 11. 请注意板状剪裁的特点 11. 请注意板状剪裁的特点 11. 修剪线条时 11. 要注意不要损坏到转角部位 11. 要注意不要损坏到转角部位 11. 修剪线条时 11. 注意假发的角度 11. 注意假发的角度 11. 这里就板状剪剪的注意点 11. 加以说明 11. 所有头发的流向 11. 都会成平行状态 11. 不会聚向中心 11. 也不会向外扩散 12. 发树相上行动时 12. 可循序地提升至 11. 乘轻道状态的角度 11. 步 gen 注意,不要损坏到两端的角度。 这里的注意点就是不要把切口向上移。 剪切到头顶上方的发区部分后,梳子应使用粗齿,注意不要太用力拉发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输理时,要注意将其输理成反状。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此,后脑区部分修剪完毕 将整个后侧发区向正中线前方拉出15度的角度 修剪内侧突出的头发 另一边的侧发区也同样要将突出的头发修剪掉 疏离时,要令所有的头发方向都要成平行状态 接着进行侧发区的修剪 侧发区在侧中主线点上方两厘米的点起 向前下方方向取一个15度的发片 将与后脑区的发源线相平行的发片 作为引导发片拉出 同时,将该长度作为引导基准线进行修剪 修剪令其成为脑后区的引导基准线的延长线 另一边的侧发区也要立即进行同样的修剪 这里左右侧的发长要相一致 第二层也是向前下方方向取一个15度的发片 接着,第三层也同样是要向前下方方向取一个15度的发片 侧发区修剪时,也要同后脑区一样 需要意识到板状修剪的特点 后脑区的引导发术 也是要与发源线呈平行状态正确分区 同时以后在确认修剪情况时 将其作为目标引导发术而使用 修剪第二分区线上方刘海时的注意事项 要避免发术向前翘 发术不要向后拉得过多 遵守发术的基本梳理方法 梳理头发并所有的头发方向都呈平行状态分区 要避免拉发术的强度过大 要把发术梳理成板状后再进行修剪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接着转向左侧画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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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拉发术的时候强度过大 则会成为形成断层的原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梳理头发将整体都错开15度的角度 对颈后区和侧发区的衔接部分进行检修 另一侧的侧发区也要进行同样的修剪 之后去前额区的角度 总体修剪完后 将头发梳向后脑区 检查后颈区的突出部分 吹干后再次确认内侧突出的多余部分 换着 剪修时内侧不要削得过多 这就形成了利用平行线最终修剪成的 圆方形的包薄发型 齐尔短发型的圆形 将发术梳理成板状后 采用直剪方式进行修剪 为本发型的技术核心 将发术梳理成与头皮间呈零度的状态 梳理时 发术中的所有头发方向都应呈平行状态 剪刀放置的状态应与剪切线相平行 而且条件应该是左右呈对称分布 设计的要点在于透过设定相当于下额和肩部中间位置的长度 参照笔直的剪切线 进行修剪 修剪时要与地面保持平行状态 通常即使是湿发状态下呈直发状态 前面也容易出现偏向上倾斜的情况 所以应先测算一下吹干后的状态 再进行发线的设定 进行发型设计时 发型的轮廓要能很好的运用包裹发型原有的自然圆弧度 这就是说明镜需要提供的主持人 或许多人是否则的 会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感谢观看